大家好,今天又到清德新韵草工作室手作教学课程第50堂课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呢,一样是这个小可爱 这小可爱的小折夹包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一个 先前我们已经跟各位分享过拉链的马装拉链的取法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的呢,是这个 这个零钱包 这个小折零钱包的这一个拉链口 这个拉链呢,实际上打开是可以放零钱的 后面可以放那个资料或者是卡片 多余的卡片,不常用的卡片都可以收纳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一个 好,那我们所需要的呢,的是主布两块 这一块小的短的这一块呢,是10.5公分乘以12公分 10.5,诶,这是我们对着一下就知道 长边这是12,这是10.5 12公分,10.5公分 以及这一个呢,一样是10.5 这是10.5,这是20 10.5,20公分 那另外我们还要两块布称 这两块布称的尺寸是9.9公分乘以5公分 以及9公分乘以9.5公分 高度是9,长度是9.5 好,那还要一个拉链 那先前已经有跟各位分享这个拉链是怎么去处理掉 那个马装拉链怎么处理掉那个拉链池的 所以请各位可以前往去观看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拉链我们已经分享过了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袋子 好,那怎么制作呢? 第一件事情,好,我们从短的开始来做 短的,这边放上来基本上是有预留缝分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把布烫平 布烫平之后呢,把它对折 找出中心线 布烫平之后,对折找出中心线 中心线找出来之后呢 把我们的 放上去,有看到吗? 放上去,熨烫一下 把那个后布称 熨烫在那个上面 熨烫在布上面 然后呢,把它对折 好,那我们准备还第一块布块 就是最上面这个短的,这个布块 那我们现在准备后段的那一个 一样哦,把它烫平 把所有的布料,把这块布料烫平 烫平以后对折 一样是对折 对折呢,一样找出中心线哦 找出中心线 然后呢,把我们这块放上去 把我们这块放上去 那这块呢,一样哦 它放上去的时候会有布边 那布边大小差异的话 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哦 那对准中心的位置 把它熨烫一下哦 好,熨烫一下以后呢 就要取出令,就是把它对折 烫好 好,那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两块布了哦 正反面的两块布都已经准备好了哦 好,那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就是 我们需要组合它了 需要组合这个主体 那我们在拉链在使用的过程中啊 拉链在使用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拉链是在底部哦 为什么要在底部 因为你拉上来 你在拿零钱的时候 基本上你拿零钱不会去掏大钞 你掏大钞的时候 基本上零钱带一定要关下来 所以如果它在下面的话 安全性高一点 所以呢,我们的短边 当我们有运烫后布衬的那个是上方 有运烫后布衬的是上方 它是属于上方的部分 那没有的就是里面的带口 带口部分是没有称的 因为这个口袋也不能太硬 这口袋如果太硬的话 会影响整体的那个厚实度 所以呢,我们布衬只用半块 好,那我们拉链要在下方的时候呢 那个拉链头 这是拉链头 这是在下方的拉链头 往下拉下来刚好是密合的地方 好,往上就打开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动作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跟各位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 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拉链头朝下 拉链头朝下 好,那这个呢 沿着它左右的边缘边距留了相当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就车缝这一条线 把它车缝起来固定起来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车缝动作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车缝一下 车缝一下这一条线 那等一下要车缝另外一边 好,那我们来做车缝动作 那我将那个车缝移过来 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车缝状况 好,我现在把它移过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车缝状况 好,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车缝这一段 那我刚才有给各位教了一个小技巧 就是只要两边的部队齐 这边基本上就是完整的 好,那我就要来车缝这一段 各位可以看得到新代车缝 好,今天轻的裁缝车不太乖 应该是我下面刚才为了要使用的时候 对,我检查了缝壳 可是我检查缝壳的时候 我没有把它弄得很好 所以我把它处理一下 OK,我把它 我刚才在使用前我有检查了一下缝壳 可是我并没有把我的缝壳处理得很好 所以它就松脱了 好,那我把我的缝壳处理好 我们就继续进行 好,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这一堂课 酸针引线好像在这个裁缝车里面大家都会 所以呢,大家大概看到轻的 手忙脚乱 实际上应该会觉得蛮好笑的 我并没有把我的组维叶处理得很好 OK,好,那我们就来开始车缝上去 这是一个车缝一直线的办法 那车缝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拉链带过到后端 那大家小心 因为我们的拉链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做那个纸 我们的纸扣实际上是没有做的 所以大家自己后段这边是可以拉开 没关系 好,我已经缝完这一边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缝完这一边 车缝完这一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需要车缝的是另外一边 好,把它剪掉多余的线 比较不碍眼 好,我们已经车缝完这一边了 那另外这边也要车缝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有秤的是在上方 那我们一样是这样堆叠上来 那大家就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既然上来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这两块布一定要对齐 这两块布如果不对齐 后续问题会很大 所以我们这两块布的对齐点一定要完整 它就是要对齐的 OK,好,那我们现在对齐之后呢 就是要做车缝的动作了 好,车缝的位置 一样哦 一样要做车缝位置 那我们离这个拉链的边缘一定要有一点点小距离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车缝的过程中 在我们使用拉链的时候才不会 因为我们打开拉链的时候 那个布边去夹到我们的拉链 好,那我一样哦 拉链要往前挪了 那挪的时候一样是小心哦 不要把拉链给推出去了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拉链 很容易会被我们推出去 好,那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拉链接缝的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已经完成拉链接缝的地方 对,我们已经完成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朝下 好,那再来呢 把布对折 把布对折哦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车缝一圈 我现在做,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动作叫做梳缝 我们先把我们的作品先舒缝一下 因为透过舒缝呢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作品 在等一下组合的时候比较不会卡关 就是比较不会那个布料跑掉 然后我们很不方便 但是这个舒缝的范围不能够太大 你不能去吃到我们所有主要的那个 等一下接缝的那个范围 所以它的车缝的那个点 基本上只有大概在0.3公分左右 不可以把它放到0.5公分或者是0.7公分 不能够放到那么开 如果你放那么开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的作品会 等一下接缝的时候会看得到 那这个些都可以修掉 让你的整体袋子看起来是完整的 是漂亮的 像我现在就把它修开了 让它变漂亮 好,那我现在修完了这一个 大家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组合 组合,拉链一样存在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 这个只能车缝0.3 如果你在大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滚边 应该大概在0.7 0.5 0.7到1的 那如果你这个车缝点太大 我们等一下再处理的时候 在滚边的时候 就会看到你的主体的那个线 所以尽量是沿着边边走一趟就好 好,那今天呢 就是要跟各位分享这一个拉链带 就是这一个拉链带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到时候是可以组合上去的 还要透过组合才能够使用 但是呢,这是一个 对折夹包的一个 零钱拉链带 这是一个内带 那制作方式呢 其实不难 只要透过技巧 你就可以学得会 好,那今天 清了幸运草工作室 手作教学课程第50堂课 就跟各位分享这一个 其实很简单 那也希望各位呢 能够透过学习呢 将这个小夹包呢 就慢慢的把它制作完成 很简单哦 所以祝各位手作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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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